四块钱一块 这是豆浆是吗 多少钱 一块钱怎么买 一勺 接过来一个豆浆 大喇叭 我也拿个水咬子 我这个水咬子大 好嘞 给你钱 看一下 颤颤巍巍的豆腐 一看就好吃 他是每天五点多钟的 就过来买豆腐 整个景区转上一圈 他转到头再转回来 我刚才去 他已经走了 然后回来 我一听动着赶紧去了 好久没喝豆浆了 打出来就没喝豆浆 他自己家打的豆浆呢 比这个要香 哎呀太好了 今天又下小雨 阴天下雨都不能去理聊 在家琢磨着做点吃的 一包 一包 五包 三包 四包 五包 六包 看冰块冻得刚刚的 嗨 大家好 我是刘四姐 现在在五大莲池这边 在这边康养 今天呢 又下小雨 真讨厌 其实呢 我在家的时候呢 我挺喜欢下雨的 下雨在家里边 也不耽误干什么啊 但是来到这儿 我就特别讨厌 这个下雨 因为我来的目的呢 就是来 泡冷泉 晒太阳 一阴天下雨 我就捞不着去 这个泡冷泉 和晒太阳 那这一天 我就白费了啊 今天呢 正好 邻居给了一把韭菜 我要包饺子吃 就这一把啊 就这一把就够了 炒上两个鸡蛋 再放上一包虾仁 就够一个人吃的 多了呢 再多就剩了 吃不了了 在这边吃韭菜 都是自己种的啊 根本不用去买 我也种了一点啊 怕长 现在长这么高 我估计再有十天嘛 我的韭菜也能吃了 今天包个韭菜 鸡蛋 虾仁的 饺子 因为我昨天看着邻居 有吃这个韭菜馅的饺子 哎呀 我说我也想吃了 正好今天虾仁来了 这会有冰柜了 有冰柜可以买任何的东西了 今天吃这一包 看这个虾仁还挺大的 放到这里醒一下 我要用这个大盆来破馅 先炒鸡蛋 感谢观看 你看看 看这个我先安排 满柜 妹 NH 志愿 那么多 像画面 玩具 让我生了 像 明定 玩具 争 了 一个 可 让我们 聊的话 放了虾仁 放不下了 把这虾仁剁开 虾仁有点大 这样放一半吧 这虾仁呢都是开备的 去了虾仁的吃起来方便 饺子也不小 饺子好大呀 看着我就想吃了 我都饿了 这种做的酱豆腐很好吃 我现在已经习惯于这样吃豆腐了 出锅了 好吃的美味呀 明天还能吃一顿 开饭了 饺子 大豆腐 只有下一天我才能吃这么好的饭呢 先吃饺子尝一尝 打来到这儿呢 这是第一次包饺子 包过一次包子 韭菜虾仁的 味道不错 咸蛋正好 满足感来了 豆腐这种做法很好吃 放点酱 放点酱油 关于这个虾仁的事呢 他们有需要的可以进去了解一下 不需要 不强求啊 我就是吃的这个虾仁 我感觉这虾仁还是不错的 他们看一下这虾仁 这虾仁有点大 一顿饺子拌这虾仁 一块豆腐四块钱 能吃两顿 我感觉到这个虾仁的事呢 我们的虾仁 可以通过 我感觉到这个虾仁的事呢 就像我感觉到这种虾仁